当地时间10月29号 欧盟公布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裁结果 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补贴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 中方注意到欧方发布的公告 中方多次指出 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合规指出 是以公平竞争为名 行不公平竞争之时的保护主义做法 中方对裁决结果不认同 不接受 以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诉讼 中方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那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林健表示 欧盟机构执意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并加征高额关税 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我想强调的是 在没有业界申请的情况下 欧盟机构执意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并加征高额关税 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将损害中欧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 损害欧盟绿色转型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对话合作是中欧关系的主基调 互利共赢是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协商 妥储经贸摩擦 符合中欧的共同利益 也是双方企业和民众的普遍期待 希望欧方以建设性态度与中方继续推进磋商 展现诚意和灵活性 寻求解决方案 避免贸易摩擦 扩大升级 关于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这一决定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今天发表声明称 代表中国汽车行业表示非常遗憾 根据欧委会发布的公告内容 三家中国电动汽车抽样企业最终反补贴税率 分别为17.0% 18.8% 35.3% 合作企业平均税率为20.7% 不合作企业税率为35.3% 中国机电商会对此表示 欧委会并未在中裁公告中纠正之前的诸多错误认定 除程序上严重缺乏透明度外 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背离规则和以往实践 进行抽样带来的底层代表性问题 也未对欧盟产业损害指标进行客观分析 因果关系依然存在错误认定 欧委会对本案做出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客观的认定 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和欧盟反补贴相关规则 我们第一是不认同 第二是不接受 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中国的电动汽车对欧盟的出口 对它的产业没有造成损害 在没有欧盟企业提起上诉的情况下 这是由欧委会自主发起的反补贴的调查 同时的话 欧盟国家内部之间有很大的争议 以德国为代表的汽车产业 是强烈反对这个假税的方案 在欧盟公布的中裁结果当中 欧方表示将会继续与中方就价格承诺进行磋商 中国机电商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中欧技术团队进行了八轮密集磋商 下一步将会通过各种法律手段 切实维护中国电动汽车行业 以及企业合法权益 目前的话 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 汽车这个产品跟其他的产品不一样 因为这个汽车包括是A级车 B级车 C级车 不同的这个级别 有不同的价格区间 有不同的方案 所以这项的话 有很大的这个技术问题 欧盟的话 同意和中方继续进行 这个价格承诺谈判 那么价格承诺谈判的这个结果 对这个最终的加税也是有约束力的 那最后谈判完了情况 要根据谈判的结果 双方认定的这个协定 来确定最终的这个税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 希尔德加德·穆勒29号发表声明 称欧盟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 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倒退 对欧洲的繁荣 就业以及经济增长 都将会带来负面影响 穆勒在声明中警告称 对自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可能会加剧贸易冲突风险 并最终损害整个行业 穆勒表示 征收关税将直接导致 消费者购买汽车的成本上升 并可能阻碍电动汽车的推广 德国总理舒尔茨近日表示 电动化是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他重申 德国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这种做法会伤害德国自身 因此,我已经说了 我已经说了 这是我们的状态,我们的状态